我們延續上個星期的這個範例 文字與資料函數這一個 其實就在這個資料夾裡面 就這個嘛 然後上個星期呢 我們主要是講到有關 幾個比較重要的函數 像是那個REPT LEN 所以我們利用那個REPT OK 然後加LEN 那LEN是算這裡面有幾個字嘛 用3去減有沒有 3減掉這裡面有幾個字 那比如說這裡面兩個字 那就補一個0 所以它會補前面這個0 然後後面再把84串在 所以得到的結果就是084 所以這一串的敘述 基本上就是要把 前面這個手機號碼 把它產生 OK 這第一個啦 第二個的話就是 當然如果你用這個函數 這兩個函數其實 相對複雜度不太高一些 所以後來我們又改了 另外一個函數叫TESEL 這個TESEL函數的話 其實就簡單很多 它其實原理原則很簡單 就是把原來格式化 我們這個地方是用TESEL 然後面的話它會 需要有個格式化的規則 那因為格式化規則就000 實際上就是三個數字的意思 0就是一個數字的意思 然後呢 最後得到的結果就是084 最後我們就可以利用那個 一樣串接的方法 0911 然後084 然後再來007 那就得到最後的結果 按確定又可以 等一下向下點滿 它就完全 就是一下就做 但這兩個只是說 舉例說明其實在解決 一件事情 這個問題的答案 其實不見得一定只能單一 當然如果你還要更好 其實一定還是有別的方法 別的公式 可以得到一樣的結果 那只是說你要考慮 到底哪一個方式是最簡便 如果比起來的話 其實TESEL應該會比那個 這個REPD加LEM來得簡單 OK 所以這個第一個 那今天的話呢 我假設希望利用類似像TES好了 比如說我想要解決一個問題 三個禮拜有提到 如果想要統計什麼 到底這些資料裡面 哪一些 這個年次的人最多 比如說這邊有什麼 70年次9月17日生日 這個應該是民國年 66年次 75年次 有沒有 好掉了 OK 接下來看 怎麼樣會是這個樞紐分析表 那第一件事我剛剛講 你要先有這個欄位 哪個欄位 年次嘛 我們來看一下 資料裡面有沒有這個欄位 沒有耶 只有生日 那你可以把生日 裡面的某個資料 就是它的前面這兩個字 把它怎麼樣 截取出來嘛 把它分出來不就年次了 所以你這邊可以再加個欄位好了 欄位名稱的話也叫年次 我把它旁邊打一下 這邊再多一個欄位好了 叫年次好了 OK 然後這個格式跟這邊不一樣嘛 所以我習慣把這邊 複製格式 點一下 然後再點一下這些年次 這樣就多一個欄位 但問題裡面沒資料 那怎麼辦 把資料調過來 那當然你們之前 大家直接看 前兩個字剛好就年次 有沒有 前兩個字 所以你直覺說 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把前兩個字 直接帶過來 不過你會發現 第一個問題 前兩個字當然如果用插入函數 之前練習過啦 我們也可以用laps 直覺好像可以用laps 不過你會發現如果你用laps 會得到一個結果 就是說這個資料 帶過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你把這個資料帶過來的時候 其實它雖然表面上看到的是這個 但實際上呢 得到的這個結果 也就是說 尤其是日期啦 跟那個時間 比較麻煩 因為 它都會因為 Esser裡面的格式 而讓你以為 它是長這樣 但實際上 它裡面儲存資料 存成這樣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要取它的兩個字的話 前兩個字 但你以為你會取得70嗎 有沒有 可是實際上你得到的是29 按確定 但你像它填滿絕對是錯的 那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它是29呢 明明我看到的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 它得到的不是我看到的 到底很簡單 因為Esser裡面很多地方都有格式設定 尤其是日期時間 都是經過格式化的結果 讓你看到 是這樣 那它原來的狀況是怎麼樣 其實你可以按滑鼠右鍵 儲存個格式 你可以有沒有 這個就格式啦 那它格式是經過這個 日期的格式 所以才會讓你看到這樣的結果 另外順便說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是繁體中文 它有中華民國 民國幾年 可是如果你用英文版的話 就沒有民國 它變成7月年 不過不管 原理原則差不多 那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打回原型的話 很簡單 把它調整成通用 通用就是它原來 原始的狀態 那你會發現它就是29846 那29846是怎麼東西 跟各位講 這個數字 根據官方的說明 這個數字 就是以1900年的1月1號當成基準 1900年就1啦 1900年1月2號就2啦 也就是從1900年1月1號開始算 算到它生日這一天為止 經過了這麼多天 OK 29846天啦 OK 所以 當然你可以在旁邊練習啦 比如1900年的1月1號 有沒有 你輸入之後Enter 它其實有一個日期嘛 你按滑鼓右鍵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通用的話 它就是1了 有沒有 OK 所以喔 如果你把它改成1月2號 那就2了 應該瞭解這意思吧 OK 所以其實啦 日期就是一個數字啦 那你說 老師這樣時間呢 時間很簡單嘛 一天24小時啦 所以一個小時就24分之1 一定有小數點 所以如果你假設 看到那個資料裡面有小數點 那表示它除了時間之外 日期之外還有時間 大概這樣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要怎麼樣解決 這個問題 其實幾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啦 如果呢 你要切到它的東西 我上禮拜講過 我們有利用到那個test函數嘛 那test函數實際上 就是把你看到的那個格式 真正變成它應該有的樣子 也就是說呢 我們其實可以先經過test函數 把它轉成真正變這樣 然後再去切割它 這樣就切得到了 這樣就切得到了 這有點抽象啦 不過做一次大家就知道 第一個動作喔 我可以先用test函數 把它轉 現在看到的不代表它真實 就是七十 九月十七 那如果你要真正把它變成一個文字串 那首先當然第一個按 滑著右鍵 出現在格式 如果你要test的話 可能稍微麻煩一點 第一個你要先點擊自訂 把它背後的這個類型 有沒有 這就是它的背後格式的公式 那如果在test裡面叫formate test 也就是說呢 你假如要真的把它轉成 七十斜線九 斜線十七的這個文字串的話 那你第一個先把它按滑著右鍵 出成格式喔 自訂把它複製一下 第一步喔 取消 OK 那我得到它的那個formate test 第二步的話呢 我再到這邊的話 再利用插入函數 找到文字裡面的test函數 這有點麻 有點複雜 但如果你會的話 這以後很多問題都很好解決 然後把剛剛那一串 放在這個formate test裡面就可以了 那value就是放這個 我給它確定喔 我把formate test先加兩個雙引號 1到中間 然後把剛剛那一串就貼到這邊的意思啦 意思就是說喔 你幫我把表面上看到那個東西 真正轉換成那個樣子 那至於value就是把這個生日給它 所以呢 經過test的作用 我們來看一下喔 把這個喔 OK 經過test過濾之後有沒有 他得到的是這一串東西 但是因為呢 我把它經過這一個格式化的結果 他給我的就是這個東西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他就不是這個東西了 不是什麼呢 不是一個數字 而會是經過格式化的結果 那就是你看到的啦 所以以後啦 應該工作上還蠻常會遇到的 奇怪我看到了跟我要的東西 為什麼不一樣 這蠻常發現 因為很多同學都常問 是很奇怪 你明明教我們lapse 那我們要切切不到耶 很奇怪 原因就是因為格式的關係 所以這裡面很多都會因為跟格式 所造成的問題 那很簡單 test就搞定了 OK 所以喔 先把這個先複製 這個在右鍵組員格式 自訂裡面 貼過來這裡 第二個的話 把這個資料 然後經過它之後的話 它就變成這樣子 其實 有沒有 那這個時候呢 你在利用lapse的切 就OK了 這招還蠻好用的喔 如果會這招 我跟你講 你以後在工作上 應該就不會卡很久了 不然我發現很多人就一直卡 奇怪 鬼打牆了 怎麼看到跟實際上不一樣 這很正常 因為你如果理解 Excel它的格式 你就知道 原來表面上看到跟實際上不一樣 這個是很 應該很容易理解 好 那接下來 我們按確定之後就OK了 當然只有完成第一個步驟 有沒有 它就是真正喔 這個是假的 這個是真的 有沒有 真正是其實 這個時候再來用lapse 切個就OK 所以第二個step 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或者直接在前面加lapse 我現在剪下來 不包含等號 再插入一個lapse 這個時候把公式貼到它的text的區域 我要幾個字 我要兩個字 這時候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 它就真的是70了 然後向下填滿 看一下有沒有 65 75 85 OK 那就OK了 當然 如果你們自己帶電腦的同學 如果你是英文版 那就沒有民國年 那你就用西元年沒關係啦 西元年要什麼 90後了 80後 反正道理是一樣的 你就是自己在做 台灣是用年次習慣 OK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 把這個調一下 其實這個籃框可以快點兩下 它就自動幫你對齊了 好 這樣的話 不過另外還有一件事情可能要注意一下 有沒有發現 你用lapse做完的結果 它的對齊 這個格子這麼大 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這個也滿重要的 奇怪 這個格子這麼大 它幹嘛一定要靠左邊 它怎麼不放中間 也不放右邊 奇怪了 跟各位講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吧 它為什麼要靠左邊 原因很簡單 因為 它是文字 也就是你看到這70對不對 但實際上 在這個裡面 它是用這樣的呈現方式 70的文字 所以一次也會跟你講說 它是文字啦 所以靠左邊 如果它是數字 那就靠右邊 那文字跟數字有怎麼差 上前面有講到 其實感覺真的很重要 這個你如果沒概念 所以以後出錯的問題 如果是數字不能計算 也就是說你今天要拿來做加減乘除 或者是說我要算年次 年次也是一個數字 如果它不是一個數字 它沒有辦法把它做群組 因為底下我們會有70年次到79年次 要把它做一個群組 所以呢 必須要再把它轉成一個數字 變成這樣子 那要怎麼樣把這個70 變成這個70 因為如果你沒做這個動作的話 最後會發生錯誤 還記得吧 上前方講過了 如果你要把文字轉數字的話 只要再加一個函數 叫value 還記得吧 OK 那最後的話就是把它補到哪裡 補到lab的前面 所以最後這一串還蠻長的 就是在這邊有沒有 或者你剪下來貼到value 或者直接打也可以啦 打一個v開頭value 打一個v這邊出現了 它會出現value 然後你前括弧有了 再補一個後括弧 好 有沒有 這樣的話呢 意思就是說 把那個70的文字 轉換為70的數字 最後 待會我們做樞紐分析的時候 它才會 群組的時候才會work 不然的話群組 它會看不懂 因為Excel它會分辨文字跟數字的差異 你把它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 其實呢 有一個很明顯的差異 就是對齊方式 如果你打勾之後 你會發現 它馬上怎麼樣 靠右對齊了 它告訴你說 這個是一個數字喔 那你沒錯了 所以啦 有些地方真的是小細節 你說老師 你為什麼一看就知道問題點 看很明顯啊 所以我不是都告訴你了 但你都沒有注意到這些小細節 OK好 把它向下填滿 有沒有 就OK了 年次就有了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有這個年次的欄位之後 你要去做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就非常簡單 待會我們再來看 所以以後 如果你要做樞紐分析表 之前 樞紐分析之前 你要先確定一件事 就是你有沒有那個欄位 如果沒有呢 你就把它變出來就好了 所以其實 但是 樞紐分析表 我覺得 最簡單的理解就是這樣 沒有就變 那怎麼變 反正想辦法 OK 試試看喔 所以請各位先把那個 剛剛的 年次先把它產生 然後放在這邊喔 不過這個 公式還滿長的 而且一口氣喔 我們就用了三個函數耶 所以記得喔 不過最好你可以把它做成標準化 SOP 所以喔 這個我 第一步喔 第一個step test 按右鍵 先圖成格式自訂一下 把這個公式先複製 然後取消 再到這邊的話 先再插入有沒有 插入 最近使用過了 test 然後把formate test 這邊先貼上 記得前後先加雙引號 一定要雙引號 因為它一定要test 再把value給它 第一個step OK了 它就產生這個結果 第二個step就是laps laps你可以再把它補 或直接打也可以啦 打一個l1 laps 有沒有 然後呢 這邊加一個 豆點2指的是 抓兩個字 那就會產生70的文字 然後要把它轉成70的數字 再加一個value 有沒有 然後呢 它就會加一個value前括弧 然後你再補一個後括弧就可以了 打個go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 這出錯了 它應該是有打錯 那應該後括弧啊 它還跟你講說 它會幫你修正的 要不要接受 我看一下它有沒有這麼厲害 沒有耶 那為什麼錯呢 因為我這邊 提示它 這個要自己再點兩下 有沒有 前面 然後後面的話呢 要再檢查 這個後括弧補一下 打個go 這樣ok了 下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好 試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看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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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